人睡三觉命笔指 医生提醒 这三种睡觉方式 很多人忽略了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睡觉是交通阴阳的重要形式 是很好的养生方法 但如果睡觉方式不太对 也可能对身体造成较大的影响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常见的三种问题 自己对照一下 是否中招 首先是第一个 黑白颠倒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晚上不睡觉 熬夜到一两点 甚至是通宵 到了白天的时候 没啥精神 尤其是休息日 一下睡到大中午 经常早饭和午饭一起吃 这样的睡觉方式是很不好的 早晨阳气生发 睡懒觉 阳气就得不到生发 并且到了晚上子时的时候 不按时睡觉 还会损耗阳气 最后酒卧还伤气 很容易对健康带来隐患 第二个就是饭后睡觉 有好多上班族 或者是部分学生 吃完中午饭以后 就趴在桌子上睡觉 这样不利于肠胃健康 很容易引起打嗝 放屁 减慢脾胃的消化和代谢 最后导致肠胃出现毛病 最后一个就是开着灯睡觉 我发现有不少人习惯开着灯睡觉 或者是追剧看直播的时候 玩手机玩累了 直接就睡着了 但开着灯很容易影响到睡眠这个质量 并且从医学角度来说 在黑暗环境下 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泌这个退黑素 开着灯可能会引起分泌异常 所以说这三个睡觉的习惯 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 长期坚持下去 击小成多 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希望大家注意 尽量避免 感谢观看